因为上午打电话的时候没有联系上你 所以我们是要不顾一下 不顾一下 家师傅有出入境的情况 我叫夏青霜 是北京石油大院社区的工作人员 从疫情开始以后 我和我的女儿就在一起 在社区开展防疫工作 我们每天主要负责打电话 登记居民返经信息 在小区门口检测居民体温 帮助居家隔离的老人购买物资 北京的冬天飘着雪花 记者见到夏青霜和他女儿时 他们正在冒着雪 为社区里居家隔离的老人购买蔬菜 我们也是宣传 尽量不出门就不出门 在家自我隔离起来安全一些 社区里进了两家蔬菜制装车 1月31号就进入社区了 然后开始卖菜 也为了均匀方便 都在院里这么买 减轻的交叉灾免允许超市了 一会儿你微信的微信来了 您好 这个会的 是刚才您打的电话是吧 对 叫我们买菜 对对对对 这是您需要的一个品牌 您看挺好 挺好 挺好 谢谢 50岁的夏新霜已在石油大院社区工作了11年 今年春节本来打算带全家一起旅游的他察觉到了疫情的快速变化 放弃了出游 从大年初三开始就与社区同事们一同开展防疫工作 早上一般是八点八点多来 然后晚上不固定 有时候有时候十一点 一天工作了有十三个小时 大院一共有四十七栋楼 排行平房 我这块两个人负责555户 首先先打电话 实在找不着人的就需要入户 看着母亲每天早出晚归 放寒假在家的女儿姚兰十分心疼 19岁的她是一名大一学生 高中时也曾在社区做过志愿者工作 于是她萌生了与母亲并肩战役的想法 成为了一名防疫志愿者 那几天真的是从早忙到晚 然后真的是看得很辛苦 我是2月1号开始 然后来找帮忙 主要是负责打电话 落实每家每户 是不是有出境反境情况 然后目前的身体健康怎么样 然后一天大概是打几百个 如果是电话没有落实到的话 会进行上门访问落实 真的是跟着每个门串 从东门然后再走到南门 然后在每户那门走 真的是运动量很大 有的时候爬上爬下 也学校最后那几年多了 事务机委会后来讨论一下您家是否有出入境的情况 从目前情况下我家里边到没有出境的情况 因此也就没有不存在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情况 看着女儿在防疫工作中渐渐能够独当一面 夏新霜非常欣慰 她告诉记者 虽然他们不像医护人员 奋战在抗疫最前线 但是作为社区工作者 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 守护市民的生命安全 作为一名社工 我会竭尽自己的所能 为社区居民保障身体健康安全 尽自己的微薄力量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尽快战胜疫情 众志成城吧 每个人做这么一小点事情的话 希望能让疫情赶紧过去 疫情当前 当街道和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普通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 也变成了防疫一线的战士 在这个特殊时期 他们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为防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